物质的导电性 第一部分 以笔芯作为电极 黑色导线视为负极 红色导线视为正极 导线接上电源供应器提供直流电 我们将电压调到约5伏特 以红色LED灯作为指示灯 如果灯亮 那表示容易是电解值 并观察通电时两极是否发生反应 烧杯倒入硫酸酮容易 LED可发光 这表示硫酸酮容易是电解值 电极的正极应有气泡产生 负极则应有铜金属吸出 将容易换成酒精 LED灯不亮 酒精不能导电 不是电解值 再来是葡萄汤容易 葡萄汤容易也不能导电 倒入尿素容易 灯依然不亮 尿素容易不能导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